大家好,我是明仙 前几天孩子一直心心念念的要吃福顶肉片 今天就给它安排上了 家老公买了一斤的猪腿肉 先把它切小块 用猪腿肉做福顶肉片口感更好 全部切好放入角落机里 力气大的朋友可以用刀剁碎碎的 然后放入几片姜片 倒入一小勺盐,鸡精 盖上盖子 把它打成细腻的肉泥 我的角落机刀片炖了 打得不够细腻,但是不影响口感 把它倒入碗里,倒入4克的小苏打 再分3次倒入150克的冰水 小苏打的冰水是福顶肉片肉制Q糖的关键 每次倒入用手搅拌至肉馅完全吸收冰水 然后再倒入冰水 搅啊搅 搅拌至肉馅上进 再准备250克的地瓜粉 也是分3次倒入肉馅中 用手把它搅拌均匀 使肉馅和地瓜粉融合在一起 再倒入第二次搅拌均匀 颗粒感的地瓜粉更不容易搅拌 大家可以打成粉在倒入搅拌 第三次倒入 越后面搅拌会越吃力 我像揉面团一样的揉 揉成这种颜色变白即可 全程揉了15分钟左右 碗中放入紫菜 泡椒葱 葱花 倒入一小勺盐 鸡精一勺白醋 我忘记放姜湿了大家可以放一下 然后取一些肉馅放在刮板上 起锅烧开水用勺子刮入肉馅 掀开最小火刮入 一次想吃多少就刮多少 剩下的换冰箱保存明天吃 全部刮入用铲子推动一下 煮至肉片浮起来就差不多熟了 因为孩子吃得多 为了安全起见我又多煮了一分钟 煮熟后连汤一起倒入碗里 把它搅拌进去即可享受美食了 这样福建特色浮顶肉片就做好了 汤鲜味美营养丰富 肉片QQ弹弹的有嚼劲 吃早餐和宵夜不错的选择 我家孩子特喜欢吃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哈 感谢您的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点赞好关注哦 不喜欢也可以关注我们明天见